哈喽 大家好 就說一下呢 別著急 著急呢 就是個 怎麼說呢 就是個麻煩事 比如說我就是一個性子很急的人 也沒有什麼定性 所以 拜佛的時候呢 嗯 我總是喜歡數快點 趕快拜完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也體會到 就是亂拜一氣的時候呢 對自己性得 是一種傷害 它非常麻煩 所以我吸取教訓 我拜佛的時候呢 我就慢慢下來一點 再比如說我哈 說話的時候 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辦事的時候都想快快快 而且還有點武斷 這就導致什麼呢 有的時候 我不會給別人一種很輕鬆的 感覺 這也是一件麻煩事 但是我生活中有朋友 他呢 高效率不說呢 他做事的時候呢 給人很輕鬆的感覺 輕輕鬆鬆的 又高效率的就把事兒 給辦完了 更還有一種朋友呢 是 他也不需要幹什麼事兒 別人幫他把事兒幹完了 但是你看 反觀我們的時候呢 辛辛苦苦 從頭到尾 啊 就出力幹事情 可是呢 別人也不高興啊 也不見得會高興 嗯 出力不討好 不說呢 自己也不高興 其實我常常是處於這種狀態 所以我 我真的不聰明的一個人 我有點木嫩 有點笨 嗯 又有點剛毅 有點剛毅自用吧 嗯 有的時候 人家鏡空老和尚說 生活是一種大學問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所以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用四射法了 我呢 嗯 就是 四射法是多表揚別人 共識 多不失 嗯 然後呢 去以利益別人的心來這樣做 所以呢 抱著這四點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雖然呢 我在脾氣上和態度上呢 不敬如人意 可是大體也還好 然後隨著呢 慢慢的一點一點的呢 壓住脾氣的時候呢 再同時把這四方面給做了 那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心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 好像說你做事的方法呀 也無所謂了 一開始的時候呢 也沒有辦法一下子改掉 可是我們的心是可以 以一顆真正利益別人的心 一個善待別人的心 那就別人就感受得到 他 他 感覺到你有點急 讓他不舒服 他也不會怎麼怪你了 因為 他知道你利益他 他反而感激你 當然我們 也不能夠放任自己的行為 雖然心是好的 所以在行為上呢 也要慢慢的 有一種智慧的方法 不急 急就是一件麻煩事 所以呢 很多事情呢 很多事情呢 不焦不造 你怎麼能夠看得更遠一點呢 就是你能夠在你的計畫裡 想到更多的人 利益更多的人 加油